全部通通造起來 在數百萬的觀眾的要求之下 大家對X型腿的訓練非常非常的有強大的興趣 那接下來就由Ryan教官來跟各位討論一下X型腿 Let's go 大家好 我是Ryan教官 X型腿啊 基本上它是肌肉它的張力失衡它所造成的 所以如果當我們的肌肉的張力失衡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在做訓練的第一個狀況 你肌肉的效能是下降的 所以你在訓練過程很容易會產生一些代償 也就是你要練哪邊 那邊肌肉的感受度是會偏下降的 另外的因為肌肉的失衡 所以關節的排列也就會跟著會跑掉 在跑掉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發現練的越多 關節不舒服的現象就會變得更明顯 如果在X型腿的狀態啊 你會發現你不管跑的越多 蹲的越多 蹲的越重等等 你的膝關節不舒服的現象 就會比較直接的反應出來 X型腿有什麼特徵呢 趕快先找一面鏡子 或是呢 找周圍旁邊的朋友先幫你看一下 它會有以下幾個特徵 你從側面看啊 它很有可能會有 腰椎前凸 骨盆 前傾 從正面看呢 從正面看呢 它會有 寬內收 內旋 膝外翻 鬢骨外翻 足弓塌陷 跟拇指外翻 如果呢 RUN教官講的這一些部分啊 你全部命中的比例是高的 代表你的X型腿是比較偏嚴重的 在訓練過程 受傷的機率有可能會偏高哦 現在呢 我們要討論的是X型腿的訓練的方向 剛剛前面RUN教官有強調到 這樣子失衡的狀態呢 也就是我們肌肉的張力失衡 一邊太緊一邊太長而無力 所以導致我們這個身體的排列是跑掉的 所以呢 我們要做的方向 第一個 我們需要把緊繃的肌肉先做放鬆 讓緊繃的肌肉放鬆完以後呢 我們才可以創造出有效的關節動作 來訓練那些長而無力的肌肉 來讓我們的關節恢復到對的位置 我們來看看有哪一些肌肉是緊的 我們需要做放鬆呢 那放鬆呢 我們首先需要準備一些工具 那工具有哪一些呢 有我們的瑜伽墊 按摩球 花生球 還有我們的泡棉滾筒 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就開始囉 利用花生球放鬆下背素脊肌群 但要注意要避開脊椎 不要讓我們的脊椎被壓破 記住不是越痠越痛越好 一般呢 大概6到7層就可以了 由下而上一段一段的往上去做放鬆 用滾筒放鬆寬曲肌群 滾動過程呢 可以先透過大面膝去搜索我們的酸痛部位 搜索到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透過6到8個深呼吸 慢慢去按壓我們這個酸痛的部位 那當然了 如果這個部位的酸痛的感覺呢 感覺比較緊繃 那我們這按壓的時間呢 可以稍微再拉長一點點 利用滾筒放鬆寬內收肌群 身體的重量慢慢的壓到滾筒這邊 一樣先前後慢慢的滾動 抓到比較酸的地方呢 壓住它 腳再慢慢的做一些旋的動作 把它做放開 慢慢來最快要抓住感覺 放鬆小腿後側阿基里斯劍的部位 先上下輕輕的滾動 抓到痛點以後呢 再左右慢慢的滾 左右慢慢的滾 放鬆小腿前側 進骨前肌的部位 壓住它 慢慢的 先上下滾動找到痛點 找到了以後呢 慢慢的左右的轉動 再來用按摩球 放鬆我們的足底筋膜 踩住球以後阿 把你身體的重量往前帶 先稍微輕輕的先踩個幾下 重心再轉移 踩住再慢慢的往前 往後 往前 往後 慢慢的把你緊繃的足底把它給鬆開 好的 我們剛剛第一步呢 透過我們一些器材 讓我們的身體得到一些的按摩跟放鬆後呢 第二步呢 我們要做伸展 來測試一下我們的肌肉 是不是恢復它原來該有的這樣的長度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伸展我們的下背肌群 我們可以透過嬰兒肢 雙手慢慢的往前做延伸 自然的呼吸 也可以做背殼式 放輕鬆 骨盆不斷的往你的腳跟靠近 讓你的這個下背的肌肉 慢慢的被拉開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伸展我們的寬曲肌群 我們可以採用高跪姿 然後呢骨盆保持正位往前推 大腿的中分性要往後跑 這樣的臀大肌 它才會有有效的這樣的一個作用 然後呢 我們再讓我們的骨質肌伸展再多一點點 身體前傾 頂住以後呢 抓住你的腳踝這邊 偷好再往前 記住喔 不要折腰喔 保持呼吸 一樣大約15到30秒左右 接下來我們來伸展我們的寬內收 我們可以採用蝴蝶支 腳掌對腳掌 抓住你的腳臂 穩住以後啊 肘關節壓住你的小腿 穩住以後 讓大腿內側慢慢再放鬆點 保持你的呼吸 還可以的話 再慢慢再往前 讓你的內收的伸展再多一點點 好的 那經過前面的兩個步驟後呢 如果大家已經確認了 我們的肌肉的長度恢復了 接下來大家要確認另外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就是我們的關節動作 是否有效產生 如果我們的關節動作 能夠有效產生的時候呢 我們才能夠針對我們 長而無力的肌肉 得到一些強化 臀大肌 我們可以利用喬式 核心Hold好 臀部直接下 輕地點地上吐氣 骨盆要保持中立位 讓臀部有痠的感覺才有用喔 慢慢地點上 訓練過程呢 主要以精緻的控制為主 所以呢 我們的重量不用太重 所以次數呢 我們可以設定大概在12下至15下左右 那組數呢 我們可以先從三組試試看 框外旋可以用磅殼式 穩住了以後呢 身先頂起來 讓下面的臀部的肌肉開走作用的感覺 Hold住了以後 繃緊 臀部的感覺 上吐氣 你也可以用一隻手 觸碰你的臀大肌 看它有沒有發力的現象 保持張力 建立足弓 墊腳尖 骨盆要回到中立位 肚子要Hold好 穩住了以後呢 吸口氣吸 墊腳尖墊起來 停一下 停大約10秒 10秒以後呢 再慢慢往下放 然後再往上吐氣 保持自然呼吸10秒 反覆操作約10次左右 好的 今天以上的消學呢 希望呢 對我們的這個觀眾呢 能夠有所幫助 但是啊 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狀態 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說呢 這個操作上呢 如果效果不理想 那應該可能我們對一些 細節的掌握上 可能可以要尋求一些 更專業的人士來做幫忙 那如果各位觀眾 想要更清楚 各位自己的體態的排列 是不是OK的話呢 我們公司呢 有引進了全新的AI的檢測系統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現場做檢測 你可以更清楚知道 身體的排列 哪裡出了問題 在運動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哪一些潛在的 危險跟風險性 各位喜歡今天這一集的節目呢 那就麻煩幫我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謝謝